台灣人非常喜歡喝咖啡 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喝掉122杯 結果網友就很好奇啊 因為像是超香的咖啡 常常會滿意送醫 如果再扣掉環保杯的折價 特大杯的美式咖啡 一杯只要30塊錢 那業者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這樣子都能賺 我們實際來訪問咖啡廳的老闆 他也跟我們分享了美式咖啡 拿鐵咖啡還有風味咖啡之間成本的差異 台灣人愛喝咖啡 一年喝掉28.5億杯 平均每人每年喝掉122杯 年產值更高達800億元 無論評價咖啡 精品咖啡或是手沖咖啡 都有人喜愛 不少學生上班族 更是人手一杯超商咖啡 只有網友好奇提問 超商特大杯美式 常常買一送一 扣掉環保杯折價5元 平均每杯只賣30塊錢 成本到底是多少 還會讓業者有賺頭 現在咖啡不是隨便買 都要四五十塊 所以買一送一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假設我只有個十分鐘 我就去便宜商店買咖啡 因為超商可能給我感覺 會比較雜一點 我覺得這邊比較舒服 而且離家裡也近 熱氣蒸騰 側鏈出烘焙箱 實際走訪咖啡廳 業者不藏私分享 以冰美式來說 使用自製冰塊與開水 成本幾乎只要一份濃縮咖啡的 十至十五元 超商大杯原價賣 至少能賺上三到四倍 就算買一送一也有兩倍賺頭 另外熱拿鐵一份濃縮 加上三百cc牛奶 成本約落在三十五塊錢 焦糖馬七朵必須淋上香草果醬 與焦糖醬 成本大概會再多十元 外帶耗材費只要再加三塊錢 除此之外 還得考慮電租水電 以及人事費用支出 其實咖啡廳每杯飲品 毛利大約只有五成 而超商之所以能大打價格戰 關鍵可能在於大量緊迫 你如果只是說一杯拿鐵的話 油奶的成本會最高 大概毛利頂多到五成或六成 他們可以做到 就是可以咖啡豆大量的批貨 可以壓加 滿意送一 可是他們成本並不會虧損 咖啡蜂巢持續在臺發酵 同盤價也能打造出黑金傳奇 這就整個人看台北成功了